而距离2016 11月8号 美国总统大选倒数不到25天 面对了扑送迷离的总统选情 不止主流选民是看傻了眼 还有年轻的华语导演林尚翔 特别推出微电影系统损坏 要点出这次选举制度的多项弊病 借此鼓励更多华人 站出来踊跃投票 看微电影系统损坏 大谈全美选举年热潮 原本应该是到处热闹辩论 民众都想踊跃投票 选嫌语能的画面 没想到镜头一转到佛罗里达州 一处少数族裔的选区办公室内 却是到处冷清清 这就是导演林尚翔 还原他自己12年前 担任选务义工 所亲身感受的不愉快经验 今年很多人去投票的时候 发现他们的名字 没有在选民名单上面 但他其实有注册 上千人在纽约都没有办法投票 还有在亚里套 很多人去投票的时候 发现他们大排长龙 要等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其实这种问题 在我12年前就看到了 特别是在那种 minority的社区里面 不只重新探讨12年后 2016年的美国选举生态 为电影系统损害 The system is broken 还同时影射 历年来许多主流政治人物 满口仁义道德 世上却大开选举空投支票 对于少数族裔社区 贡献为乎其为 探究背后原因 都是少数族裔不爱投票 政治家如果看到一个族群不投票的话 他们在选举的时候 也不会给那个族群或那个社区 足够的资源 也不会去帮助他 就这样子的话 会造成一种恶讯循环 不只没投票 社区没钱发展 为电影系统损害 更发现 每到选举年 少数族裔的选区资源 又会因为没人关心 再一次遭受重创 唯一的解决方法 就是鼓励投票 强调中时陈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来探讨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 微电影系统损害 直日起到10月24日 在脸书上免费播放 欢迎有兴趣的观众 脸书搜寻关键字 TSIB MOVIE收看 并且踊跃投票 发出华人社区的政治影响力 东西新闻李中央 叶宏志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